您怎麼看周文燦上節目的時候批評您的防疫政策是前後不一的 您怎麼看他的說法 那個關於說鄭市長說那個防疫前後不一事 因為他也沒有講出細節 所以我不曉得他到底是指哪一部分 不過我知道他壓力很大 所以我不會跟他計較這些事情 之前市長講到病毒共存的問題 因為現在感覺4月被你之前說到好像就是疫情是大爆發 那你怎麼看現在到底我們應該要共存還是應該要繼續清零 所以說那個4月疫情大爆發 這個台灣同胞大家先想一件事情 我們到現在為止疫情都很輕微 如果用南韓當地質 南韓總人口5000萬 到現在已經1200萬人感染 然後過去一個月 大概平均每天感染是40萬 每天40萬 如果南韓人口大概台灣的兩倍多一點 你可以想一下台灣如果一天是隨便 每天15萬人確診 連續兩個禮拜你覺得 所以我們到現在為止 坦白講我們現在這個樣子是疫情還非常輕微 都還沒爆發 當然這一段 但是我是這樣 像南韓跟香港是比較失敗的案例 新加坡跟日本算是控制比較好 我倒覺得是這樣 我們應該要思考的策略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在疫情跟經濟之間取一個平衡 疫情這樣 大概就每天少數的一些感染這樣撐著 應該這是 日本應該是比較好的Model 如果像南韓那個就 那個就很慘烈 那個每天要十幾百人 那個比較慘烈 所以我要跟市民同胞講 我是預期 本來預期說4月疫情會復發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說它是可以控制的復發 不是真的那種 像南韓那種局面 那個就很慘 但是還有其他的 按讚 在警察 開門